有时是真觉得韩国这个发达国家有名无实 人卷20万的年薪 看着倒是挺吓唬人的 但是却连几毛钱一斤的白菜 韩国人都吃不起 你说说 这是哪门子的发达国家 咋啦 是白菜不好吃吗 今天 秋歌就在大家 了解了解 韩国为朝鲜半岛南端 与朝鲜接壤 国头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5144万人 有时候 白菜价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呢 并不意味着便宜 没错 说的就韩国 在我国 也就几毛钱一斤的白菜 你要是拿到韩国去买 一颗 能给你买60多块钱 也不知道 这白菜到了韩国 是不是哪相金了 有人说 既然白菜那么贵 哪就多重点不就好了 但这就是韩国不得不说的硬伤 地形条件太畅 土地平均不说 能有的地还少 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为了满足各种需求 导致本来就少的耕地被开发 土地资源愈发紧张 其次就是受韩国的气候影响 冬季最低气温 甚至能到零下20多多 就算白菜再怎么耐寒 也吃不住 可以说 韩国天生呢 就不适合吃农业这一晚饭 那韩国人自己知道 农业搞不了吗 当然知道 对于这一点 韩国人还是拎得轻的 既然农业不行 那就大力发展工业 于是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韩国就弄出了个 汉江奇迹 经济开始诸图蒙进 但韩国在 为经济狂欢的时候 它的农业就差点要顿了气 所有人都往城市跑 都没人种地了 白菜的产量一降再降 可还有那么多张嘴在等着 那怎么办 张家呗 韩国汉江奇迹的背后 是遍体鳞伤的农业 为了能发展工业 韩国果栓呢 把农业给抛弃了 真要说 其实这个办法呢 也没毛病 毕竟发展经济 也不能抓着短办法呀 可是 工业是起飞了 哎 农业却成了挖地 都赚不到钱了 谁还要去种地呀 严调的 农业就要凉了 韩国人自己心里业机呀 就想了两个办法 既然自己农业不行 那就去找别家呗 美国农业就看着不错 大家都是兄弟 现在兄弟穷了 就倒把手 帮着帮着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玩补贴 咱们补啊 就是政府高价 从农民那儿买粮 然后再低价卖给城里人 中间那差价 由政府一力承担 哎 还真别说 在刚开始的时候 韩国政府这两个办法 确实有用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哎呀 美国突然就变了挂 原本的原住粮食 变成了出口粮食 想要粮食是吧 可以 你拿钱来买 什么 没有 那滚一边去 政府补贴也搞不下去了 政府的农民收入 都要超过城市收入 邮轮到工业要没人了 要知道韩国的经济 全靠工业撑着 主要工业没了 你靠啥吃饭呢 靠农业吗 农业收入是高 但那里面都是水 两者一乡家 结果是啥 这么五块被搞破产了 没办法 只能又一次放弃农业 粮食自己自足 是没希望了 韩国干脆新一行 直接摆了 把市场完全打开 让国外的粮食产品 涌入国内 自己是养不起了 那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还养不起吗 举世韩国没想到 他放弃的不仅是农业市场 同时也放弃了 最重要的国家粮食安全 韩国平均20万的年薪 看着就跟百事似的 连几毛钱的白菜都吃不起 不过会有这样的结果 那也只能说是 韩国人自己作的 大开国门 让国外粮食在国内肆虐 打得韩国本土农业 直接崩溃 而仅存的韩国农民 又抓住韩国那套 深土不二的思想 大肆宣传 国产的才是最好的 不断给自己产品加价 那白菜的价格 自然就水涨船高 从而造成这一尴尬局面 现在韩国还想玩 补贴那一套 已经行不通了 那又该怎样改变 这些问题呢 韩国的农业的短板 说简单点 就是地不够多 没地中说啥都白费 而且城市化工业化啥的 还占用了不少土地 所以提高仅上土地的利用率 这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就是发展农业科技 研发新品种的白菜 来提高白菜的产量 从源头上 就遏制白菜价格疯涨的情况 除此之外 还得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等 但现在韩国人啥情况 拿着国家粮食安全 去换取其他国家的施舍和援助 一旦人家变卧 肆意地更改粮食价格 韩国连反制的手段都没有 那到时候就不止是白菜贵了 任何的农产品 在那些外国资本眼中 都是任人宰割的韭菜 不过韩国这件事也告诉我们 单看数字 是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就算韩国人再有钱又怎么样 要知道能吃的是白菜而不是钱 该吃不起还是吃不起 别人宰你 不还得硬着头去买 你说这能算是好日子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字的小手 给大家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